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书宝接到五云照的战报很高兴 哎呀真不错呀 车轮战真把宇文成都给赢了 大爷魏正听到这儿就跟二爷秦琼说二弟呀 要依我看你先别高兴啊 你这个车轮战有一例还有一臂 哦 那就请大哥指教吧 二弟呀 裴元庆伤了宇文成都 打了杨林一个下马威 这是一例 可是这一下就打草惊蛇了 不能把杨广引到四平山附近 咱们怎么好截杀这个昏君呢 这就是一臂呀 三爷徐茂公听了听 点了点头 对呀 大哥的话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我看这件事情还可以补救 昏君阳广自以为尼多佛大 他护驾驾 沿途之上遇见有明山古迹 他一定去游 一定去逛 四平山清游馆明文四海 他能不来看看吗 能不拜拜 一位宣言皇帝吗 我想应该让武云赵赶紧撤兵 山中各个营寨 全都焰其息骨 隐匿待命 这么座山要藏这些人还是藏得起来的呀 从南山口经过碟山 十八盘 那是上孤云峰 清游冠的必经之路 怎么呢 让沿途扎营的济南王 湖广 襄阳王 金蹄王 还有咱们大魔国的兵将 立刻往下撤 在山中藏起来 这儿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我呢 在上山面见老道长司马然 如果有人来打探 让老道长蒙洪随朝的兵将 一切安排好了之后 昏军杨广倘若来了 咱们正好围困他 把他杀了 如果这么办 杨广还是不来 咱们再另想别的主意 好啊 秦琼点了点头 就以三帝之计 那么我马上传令了 有道士兵随将令 草随风 原水命令往下一传 令下如山倒 几个时辰 各营的人马调动骑壁 山南沿路上 四国人马撤走了 把庄绝全都拔了 把坑造也填平了 营盘地面上 连个马蹄印都不留 十八国 其他国的人马 全都进深山隐匿 过不出 徐茂公所料啊 第二天昏军阳广 带人上了山了 天一黑 秦琼跟徐茂公估计的差不多了 杨林已然成为往中之鱼 龙中之鸟了 所以秦琼传下命令 让十八国各路返王的人马收往捕鱼 命令一下 十八国大兵调动 该往东的往东 该往西的往西 该往南的往南 该往北的往北 十八国的人马望上庸 前边是弓箭手弩箭手开刀 后边大军各持刀枪 谁不踊跃上前 为什么造反 就为了要杀杨广 推翻随朝 这样呢 十八国的兵将就把靠山王杨林在各个山口埋伏的羽灵军 毁军全都逼上了孤云峰十八盘 大魔国还有金蹄王张成金 又回到碟山中央 按照太极原位安营扎寨 百般大军就把这座孤云峰围得水泄不妥 昏军杨广知道自己被围了 心里头发慌 但是杨广表面上故作震惊 就跟杨林说 朕会不听黄叔之言 才有今日之错 不过朕有百灵相助 黄叔啊 你有拔面的威风 想马再多 恐怕也不能把你我君臣捉住 靠山王杨林能说什么 自己的责任就是保驾 万岁 庆林暂坐一时 我跟成都下山去看看 宇文成都自从吐血以后 僵养的一天 体力已然稍加恢复了 杨林也不能带别人呢 谁能要宇文成都的本事大爷 杨林已然七十开外了 所以他只好带着宇文成都 二十名清兵出了灌门 望外一看 山下四围火光冲天 走吧 杨林一咬牙 带着宇文成都 龙四江任登帮安上马 马上挂着兵人 顺着十八盘就下来了 望下一看 叠山之上 闸着敌营下不去了 爷儿俩望北一瞧 有一条蜿蜒小路 所以爷儿俩就顺着这条小路 弯弯曲曲 一直走到山下 在这山下北边呢 扎营的一个是大梁王李直 一个是小梁王萧贤 两位王爷得报了 犹打山上小路下了人了 大梁王小梁王立刻传下命令 来亮对英帝 一会儿的弓法人马列开了 灯秋火把亮子游松 照耀如同白照 靠山王杨林催马到了 杨林借着灯光往对面一瞧 哎呀 回头就跟宇文成都说 成都啊 你来看啊 大梁的总兵李直 小梁的镇台消遣 他们也犯了 靠山王杨林双手一分水火 秋龙棒 用棒王对面一指 对面 可是李直消遣吗 你们给我催马过来 本王有话讲 消遣没往前催马 用手一指杨林 就跟李直说 哥哥 杨林可来了 让咱们去见他的 没关系 见就见 李直 跨下马掌中枪 消遣 跨下马掌中一口刀 两个人催马 来到杨林 来到杨林面前 双足一口灯 在马上 两位反王齐声说 靠山王老王爷 硕们 呸挂在身 不得下马十里 马前见过了 靠山王杨林 气得晃身形 擦愣愣 假意声音响 李直 消遣 我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 叛反朝廷 李直说 老王爷 你远在沿海灯州 江城的事 您不是全知道吧 您的职责 昏君阳广 一道旨意 一道旨意 传到我们管辖之地 我们的老百姓 揭不开锅呀 他今天要金银 明天要珠宝 后天要粮食 而且还强抓民父 给他去盖造宫殿 我们没办法 知道昏君阳广 保不住随朝天下 老王爷 所以我们自立为王 您明白不明白 杨林这个人 终究比杨广 胜强百倍 自知理亏 谁让我职责 是个无道昏君 所以杨林无言以对 再马上点了点头 萧贤说话 老王爷 这事您可千万别过意 我们各路反王 兵威将寡 没办法 只能归附大摩国 我们立成有机 为多盟主 我们要推翻大随朝 捉拿昏君阳广 为老百姓申冤报仇 老王爷 请您多多包喊 你们造反 可是老夫是随朝的靠山王 掌穿国兵马 老夫不会听你们信口词谎 来来来 撒马一大 什么 哎呦老王爷 跟您打 您手中这些手毁丘龙棒啊 打不了 一软鸡齿 对不起 不敢打 既然是不敢 与老夫交手 你便怎样 老王爷 我们秦元帅可有命令 我们得照领而行 来呀 给我开弓出去 两位反王不跟码头回归大队 帮帮帮帮一阵帮着想弓箭手 往前一窜 乱箭齐发 就奔着靠山王杨林 跟宇文成都二十个兵舍来了 杨林跟宇文成都没有办法 二十多个人能打得了吗 只好一拨马 往西边就跑下来了 跑着跑着 跑到了四平山的西北角上 就看见满山上全都是兵 山上是灯球火把 看得很清楚 两员主将 打着两个反王的旗号 把大队晾开了 靠山王杨林 勒马停蹄一看 两位反王 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 一个是济州王高士大 杨林心中落泪呀 心说这两个人原来是我手下的战将 现在怎么全都操犯了呢 杨林摇了摇头 成都啊 随本王走吧 靠山王无心恋战 带着宇文成都跟清兵 催马往南角下来 绕到了北山口 就听见前面 三声炮响 西边人马亮开 当中在闪出两位反王 杨林一看 有一个认识 有一个不认识 看见这位认识的 杨林不哑如万把钢刀扎鱼肺腑 谁呀 正是河北凤鸣关 冤帅李子通 杨林拨转马头 面对李子通 长叹一声 李子通啊 我的好兄弟 你给我马前打话 李子通催马直奔杨林 扣瞪一横手中刀 冲杨林一低头 老哥哥 术兄弟我 披挂在身 不得下马尸里 马上见过 子通贤弟呀 你是我大随朝的开国功臣 谁反 你也不应该反 李子通 左手持刀 右手一缕胸前的长男 老哥哥呀 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啊 你的侄儿杨广 士富夺权 钟小王武建章 骂电 被昏君敲牙 隔舍 满门抄斩 逼反了我的女婿呀 我的女婿就是南洋侯武云照 四路人马大兵 困难阳 我的女儿 进阶身死 我的女婿 闯出重围 到了凤鸣关 投奔于我 老哥哥 这事情要搁在您的身上 我问问您 您反 还是不反呢 哎呀 靠山王杨林 听到这儿 上下仔细 看了看李子通 贤弟呀 我依然有耳闻了 我前番进京 就为了仿查 天子的罪恶 可是 因为国师在身 一时之间 还没有查清楚 贤弟呀 如果你说的是真 我不怪罪你 你应该诸法误道的昏君 老哥哥 我的话已然讲清楚了 信不信就由您了 还跟您说 我们现在已然归附了瓦岗山大魔国 今天咱们老哥俩把友情抛开 秦元才指派我 我就得照领而行 老王爷 你要是不赶紧走 我可对不住你 我可要传令了 李子通 插把脸望向一臣 拨马回阵 来呀 说剑 帮帮帮 一阵帮子响 这弓箭手 弩箭手 望出射箭 靠山王杨林 长叹一声 啊 成都啊 随本王难行 带着二十名清兵 带着宇文成都 靠山王杨林 望南下来了 到了西南角上 就看见山坡上边士兵 下边士兵 灯鸣火亮 两架返王 裂开了阵势 靠山王杨林 借着灯光一看 两杆大齐 旗上写得很清楚 陈州王吴可玄 义州王铁木尔 兵丁齐声呐喊 啥呀 靠山王过来射箭 啊 杨林此时不雅如 万把杠刀扎于肺腑 眼看大随朝 众叛亲离 一低头拨着码头 往东一拐 带着宇文成都 跟亲兵直奔南山口 一看 这儿也有两路返王 一个是镇守湖广的领兵 元帅雷大鹏 一个是济南府的 镇台将军唐毕 靠山王杨林 看见唐毕了 心里头不是滋味 先说唐毕 当初我命你攻打网岗山 没想到你背着我投降敌国 受封为济南王 他正想着呢 两家返王兵将高声寒嚷 开弓舍剑啊 捉杨林啊 杨林你跑不了了 成都啊 崔本王往东走吧 宇文成都一听 老王爷眼泪都下来了 两个人带着亲兵 走到东南方向 看见济宁王王博 江南王神法姓 押住全军大队 杨林不敢再看了 带着手下兵 跟宇文成都往北走 就到了四平山的东山口 打得打 两家返王把队伍裂开了 靠山王杨林王前边一瞧 抓地一下 老泪纵横 眼泪下来了 成都啊 你来观看 宇文成都看了看 王爷 我看清楚了 这两个反叛 也是随朝的官员呢 是啊 杨林望前一催马 用手中水火秋龙棒颠指 高坛上 孟海公 你们给我金钱打话 孟海公瞧了瞧高坛上 老王爷可叫咱们的 看这样 老王爷气可不小 那好 既然王爷来了 咱们也好 跟王爷说清楚 讲明白 孟海公跟高坛上催马 来到靠山王面前 在马上一横兵刃 王家前遂 拍挂在身 不得下马势力 马上见过 杨林气得呼呼直喘 仍然在胸前漂白 我说 别人造反 别人造反 游游离强 可你们两个人造反是不通情理啊 孟海公 少发虎狼之威 容我一言 讲 王爷 要说我们两个人造反 比任何人造反 都合情合理 好啊 好啊 你们今天把你们造反的道理说清楚 我听着有理孩子罢了 如果没理 今天本王就要你们两个人的残喘性命 孟海公在马上一抱拳 王家前遂 我先讲吧 讲 孟海公就把马叔谋奉旨挖运河 做下的种种罪恶 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杨丽一听 这个马叔谋真是恶贯满盈啊 孟海公不会跟我说瞎话 我说 孟海公啊 你说的这些事 我没听说过 可是即便马叔谋 干出这些坏事 他 拆妙 他欺压百姓拆房 他凭人家的坟地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王爷 您不知道啊 这运河挖到曹州地界 马叔谋跟我要一百万两银子 不然的话 就起我家的祖坟呢 我往东都洛阳走了三道折半 昏君阳广不给我做主 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我家的祖坟就让马叔谋给平了 被逼无奈 我就得反 老王爷 您说 我造反有没有道理 啊 看起来 你造反造的有理呀 高坛上啊 你呢 王爷呀 叫立成王爷 高坛上眼泪就下来了 王爷 我要输出此情来 你也得替我伤心难过呀 高坛上就把马叔谋到处抢孩子吃孩子的事情一说 杨林听着是大吃一惊 高坛上 真有此事吗 老王爷 现在四处传开了管马叔谋叫马虎子 他吃的小孩吃的太多了 那么 马叔谋干出这样伤天海里之事 与你高坛上有何关系 王爷呀 您离开登州之后 我回归原籍 我这两个小宋子被马叔谋给吃了 我才反了向周 后来我捉到马叔谋 给他乱认分吃 高坛上想起自己两个欢蹦愣跳的小孙子 放声大哭 杨林一听 气望上庄 好一个万恶的马叔谋啊 高坛上 为这事造反 你造的有礼在情理之中 王爷 既然我造反有礼 就请王爷千万别过意 秦渊帅已然传下命令 我们得派人射箭 两位王爷拨砖码头回归本队 帮着一抢 杨林赶紧拨马 成都啊 你给我走吧 两个人带着二十名亲兵王正北下来了 刚走了一会儿 就听见前面的声音十分奇怪 这是什么声音 杨林一看两位反王挡住去了 这两位反王杨林不认识 杨林就愣了 两位反王到底是谁 下回再说 说一会儿 再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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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